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收看你们一部小新点进来的 由人生外号盲生狙击手冷行乱弯瞎解说的游戏视频 看视频就来八哥说游戏 这边呢咱们一进来就可以看到 我呢也是正在一片荒郊雨林之外寻找敌人 此时呢附近没有任何的相声 那我只好在此四处张望了 哇我这个运气真的是好鸡了呀 打开背景一看竟然发现了三名敌人 我二话没说一顿疯狂输出 瞬间把他们全部击倒在地 最后呢有一个离得特别近的 咱们就直接把他给捕死吧 至于房子后面的那两个马 咱们冲过去把他给干掉 哎呦这第四名敌人竟然也在 那么这个时候就好办了 现在这种情况就剩下他自己没有倒地不起了 他肯定会选择去救自己的队友 那么咱们直接冲过去的话 他肯定是必死无疑的 好的咱们来到他的附近之后趴在地上 我还以为可以从这边打到他们呢 没想到啥也看不见 真的是有点尴尬呀 哎跳过来之后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呀 真的正在救队友 咱们一波扫射直接带走 这一波真的是爽翻了呀 在荒角野铃之外发现满编队的时候 我丝毫不慌 除之一人单枪匹马 一一的送他们去坐了下一趟飞机 打开他们的盒子之后 自动死取了一个信号枪 咱们呢现在翻一翻 看看有没有信号弹 哇我的天哪 竟然真的有一个信号弹 哇这一波咱们真的是转翻了呀 不仅成功灭队 而且还缴获了一把信号枪 可以的 哎呦我去 就在这时竟然忽然遭受到了突然袭击 你还别说这一枪打得还挺疼 直接打掉了我四分之一的血量 现在这个时候呢 咱们不能傻傻的站在原地了 赶紧找一个掩蹄躲起来 哎呦当我跑到这边的时候 竟然没有人打我 看来咱们安全了 好的咱们赶紧趁着这个时间打一个绷带 随后再打一个身上线束 回复一下我们的血量和能量 既然现在这位小哥没有任何的动静了 那么咱们只好起身过去找他了 好的画面一转 我也是直接从他的彻翼跑了过来 过来之后呢 我也是开始环顾四周寻找敌人 哇这名敌人属实有点狠啊 与他交战一波之后 我就剩下一半的血量了 但是呢咱们仍然不能怂他 继续与他钢枪 拜拜了您呐 钢枪的时候千万不能怂 就算你撕血也不能怂他 因为你要相信 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此时的我已经血量见底了 咱们要赶紧打一个急救包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忆 这边呢咱们马上就要进入最终的决赛圈了 此时战场上还剩下最后三名敌人 咱们呢离翅机又更近了一步 哎呦就在这时 我也是发现了一名敌人 这里小哥还挺会躲嘛 竟然躲在了广告牌的旁边 咱们这一波 咱们这一波疯狂扫射 打的他也是措手不及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 不知道他的队友在不在这附近 管不了那么多了 咱们换上红点明指镜 直接冲过去看看 刚好这有掩体 咱们提前预判走一波 完美 他的队友也在这 直接将其带走 现在这个时候 战场上就剩下最后一名敌人了 此时我的心情是一点的不慌呀 实力一为一 我还是有点把握的 嘿嘿嘿 现在这个时间 咱们过去舔一下他们的盒子 肯定一个比一个肥 哇 这位小哥盒子里面 竟然有一把空头神技之手 AWM 而且还有另外一把空头神技 AUG 舔完他的盒子之后 瞬间咱们就变成了 这一把最肥的男人了 虽然说现在这些东西 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了 但是看起来也是非常逮劲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戒例 终于来到了最终的决赛圈 才让我发现了 这最后一名敌人 现在咱们已经发现了 这最后一名敌人所在位置 吃鸡 那是十拿九稳的了 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不打他 就是想给他一个痛快 等待好的时机 咱们AWM一枪 直接送他去做下一趟飞机 同时也让他经历一下 什么是绝望 走你 好的 最终用AWM二次三杂 成功吃鸡 迎来了这场比赛 最终的结果 到了这里呢 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赶紧点开我的头像 查看吧 还有更多的惊喜 等着你哦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别忘记点个关注哟